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阿阳 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阿阳内险记第189集 想看前面1到188集的小伙伴 可以先关注阿阳 点击主页往前翻一翻 就能找到咯 我从家里面拿了一些原石和沙粒过来 准备在传送门的附近 建造一个基地用来采集岩浆 其实我本来并不打算这样做的 既然小月提出了这个要求 那我就只好答应他了 毕竟他也帮忙做了这么多事情了 这样就能让他方便一些 先把眼前的这些地狱岩清理出来 然后再用原石搭一个平台 小月你来了 嗯嗯 我也带了不少的材料过来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嗯 你身上有沙粒吗 有 都给我吧 我把这些原石全部都给你 传送门附近的平台 我就交给你了 我去搭建通道岩浆的台阶 没问题 这边就交给我了 不过你要小心呀 别掉进岩浆了 不然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咯 哎呀 放心了 虽然我算不上什么MC高手 但是这么第一级的错误 我肯定是不会再犯了 让我来看看吧 楼梯造在哪里比较好呢 这次我们要利用沙粒的特性 当沙粒底下没有实体方块的时候啊 它就会不停地往下掉 直到遇到了实体方块 根据这个特性呢 我们就可以从上往下修建台阶 就像这样 掉下去的沙子就会逐渐形成台阶 我们再沿着这个台阶 继续重复之前的操作 不过进行这种操作啊 哎呀 我内心还是非常紧张的 底下去的万丈深渊 掉下去就会葬身火海 这场装备就会一下子全部都化为灰烬 光是想到这样的场景啊 就心里面发慌 只要紧紧地按住潜行键 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就从头再来了 我还记得上次这么紧张的时候 还是在小学的时候 在老家托马蜂窝呢 磕包给吓的 没想到我现在在虚拟的世界中的 岩浆上搭个台阶都会这么紧张 手心都是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 什么让你们非常紧张的时刻呢 不妨在评论中告诉阿阳 哦 终于到岩浆上方了 最后这几层就用岩石搭建吧 好几组杀力这么快就用完了 用岩石往外延伸 流出一定活动空间 边缘部分呢 用原石给挡一下 指不定哪一天下来的时候 一个这样往前冲 就冲到岩浆里面去了 留一个出口 可以用来咬岩浆就好了 本来呢 我想利用水电梯上下的 但是在地狱里面一倒水 就会瞬间蒸发掉 所以就只好做这么一个 丑不垃圾的台阶了 并且打写难度就那么大 暂时只能降低要求了 能够正常使用就好了 希望各位小伙伴们不下嫌弃 现在呢 我们就上去看看 小爷上风的基地建造好没有